原來顏色比較淺 一個黃豆 你看像這樣一點點 其實它下去它顏色 它顏色就會變化 那我想它顏色再重一點點再加 白色會綠色 那有的人會加綠色 我待會多用一次給我來試看 我們一般攪拌完以後它是有醜狀的 它是醜狀的 我們遇到熱 遇到熱它會變死狀 這個樹脂我們待會不是直接用到 我們是用攪拌灌下去 挖 挖那個量 因為你倒太多的話 它也是流掉 它也是會流掉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攪拌灌下去抓個量 那我們可以先倒一點然後再剝嗎 可以可以可以 那像我們現在 它剛倒上去 它有一點的高度 像各位老師如果說以初學者來 我們建議用小空 操作小空就好 那因為它像這個 剛下去它是有厚度 它是稠狀 所以有厚度 那我們加熱以後 它會變成水狀 變成水狀 那變成水狀 我們再去做撥 再去撥它就好了 去撥到我們想要的位置 好 好 那 因為我們 我剛才示範 所以顏色沒有用 很深 待會老師在操作的時候 你們覺得顏色不夠深 你們可以再加深 好 好 那再來 我剛才 那老師可能會想說我想綠色 我想要綠一點 那我們這個時候有三原色的原理 可能不知道老師知不知道 那我可以藍色加一點黃色 那它就會變綠綠的 它就會變綠色的 好 那 我也可以從我藍配綠 好 我就 藍色我一些 綠色下去 把它過一過 過一過 那 那有些老師可能說 我 有陽光照在上面 我會覺得布林布林的 我們這個叫那個 那個 那個 亮粉 所以我們就加亮粉下去 攪拌 這亮粉跟 書局 一樣嗎 一樣的 一樣的 對 那亮粉的話 也是有 藍綠十分 有 藍的綠的 那還有 白色 就看各位老師自己喜好 下去做 變成 那這個亮粉的話 亮不要多 它其實 用亮粉水 一些就夠了 那一樣 攪拌 攪拌 完以後 就一樣 它就會有亮粉的效果出來 那 可能會有一點 感覺 濁濁的 感覺會有點濁濁的 這樣子 所以 大概就這樣 那待會各位老師 回去 維持上 自己帶一個這個回去 這個先給你們做 練習用 這個 給你們一個人 待會帶一個去練習用 那 木頭的是給我們下午 我們要正式 政客給你們帶回家的 這個練習用 你們做完也是可以帶回家 待會一個老師拿一個回去 坐回上 這樣子 OK 等一下 還有我們現在要做浪娃 操作浪娃的部分 所以 口水一直加顏色 你要像那個 印掉 你要不要再吹 但是喜不喜歡加顏色 如果不喜歡加顏色 濃透明的 顏色一直加上去 沒關係 可是你們本來就有上顏色 所以如果再加顏色 那顏色會不一樣 會有上下層次的 你們如果已經有加顏色的話 你們可以只上透明的 可以只上透明的 那如果說你們這個 你們顏色要做做調整的話 我們就在素質裡面加顏色 你們可以用透明的 可以用加顏色的 那像 因為是時間的問題 所以我透空緊要 讓你們先上顏色 如果正常我自己在台北教 我是不上顏色 因為我們時間 完全就是看學員的時間 重不重慾 對如果說你是有時間 可以分成兩天製作的話 我們就不上顏色 那通常是因為沒有時間 分兩次製作 所以才會先上顏色 透空緊要 OK 好 好